第三十三屆金曲獎入圍名單公布之後呢 哇 神仙打架的組合通通跑出來了 你心目中得獎的人是誰呢 又有誰會得獎 再一個禮拜金曲獎就要公布名單了 心裡是不是有想要支持誰 我來告訴你 今天我請到兩位非常非常專業的 音樂相關的人呢 因為有一些評審 我們本來想找他 但是他們就說 我不方便來 沒關係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呢 也是一樣非常厲害的 來分析到底誰會得獎 而且這兩位曾經有一位呢 是以前有預測百分之百權重 他叫做金曲仙姑是不是 仙姑 我們來歡迎我們第一位的預測者 我們的樂評Eric 嗨 大家好 我是Eric 對 他從事音樂相關的行業 已經有快十年嘛 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然後因為他有一次的紀錄是五年前的金曲獎 然後他有做了一個預測 然後可以到百發百中 我們還為他寫了新聞 對啊 對 感謝三連新聞王 他的報導 還有金曲仙姑的稱號 對 所以五年後呢 捲土重來 我們呢 請到他來 再幫我們預測一次第三十三屆金曲獎 五年來就來拉插的啦 沒關係 我相信你的那個 這五年一定又有很多的歷練 可以分析給大家聽 就是待會就講一下 我們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 讓大家認識一下金曲的名單這樣 當然我也是怕你預測不準 所以我又請了另外一位更厲害的 也是非常知名的DJ呢 他除了在台北相當知名的夜店 Abrado 還有大溪威士丁酒店呢 也有在做DJ的工作 他也從事DJ的行業 已經有 大概有七八年了吧 十年了 十年了 對 我都是專門找那些就是 在音樂裡面 大家都會想說 他們到底聽了哪些音樂 我告訴你 他們每天都要聽上百首 上千首 甚至是他們一直在接收新的資訊 所以呢 特別請他們來預測 今年到底誰會得獎 而且我們這次評分的標準 我們不會說誰跟誰 不會分析給你聽 我們只要他們講出 覺得誰最有可能會得獎 跟他們心目中有誰是黑馬 話不囉唆 我們一開始 第一個獎項呢 我們就來分析 這幾位 大家看一下 許光漢 我以為他是演戲的 沒有 他其實開始出道的時候 他就是先贏 他其實最早好像是 想要當歌手 最早想當歌手 對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 總子唱片也想要簽他 然後那個時候 對 其實最早其實他本身 其實他真的原先是要當歌手 而且你們知道他有演過MV嗎 我知道 他也很早期 而且他今年入圍了新人獎 我覺得這是一件令人非常驚訝的事情 而且許光漢的音樂 我覺得這個風格 因為我看過他本人 我覺得他偏高冷類型 當然私下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因為他以前也當過模特兒 就是模特兒都會給人家有點距離感 可是他的音樂卻反而很像是 我們是朋友 大家一起出去 很貼近對不對 很貼近生活的感覺對不對 來 兩位評審就來講講看了 金曲新人裡面 這些入圍者 你覺得哪一位是你心目中 可能是今年新人 或是你覺得他最有潛力的 一定是可以得獎的 我們請那個仙姑先來講講看 但是因為他剛才講到許光漢 我就想補充一下許光漢的東西 其實那個時候當在決定要入圍名單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一直覺得許光漢有可能會入圍 是因為顏值嗎 我不知道評審有沒有把顏值放在裡面 但其實我必須說 因為這張專輯是做了一個很棒的示範 就是他做了一個是以AMR為導向的一張專輯 就是AMR很清楚歌手知道 他的大概聲音的方向在哪裡 然後聲音的本質又可以到駕馭哪一些歌 所以他收了很多適合在他音域裡面的作品 導致於這張專輯你會聽起來 從第一首到最後一首都會非常流暢 你會不想要skip掉任何一首歌 那我覺得這就是讓許光漢發揮 他的聲音發揮到恰到好處的地方 所以你在聽這張專輯 你會覺得這是一張舒服又好聽的流行專輯 然後當他的聲音也發揮到恰到好處 所以其實那時候會入圍的時候 我會覺得不會到非常意外 但是也覺得他做得很棒 因為他在唱歌這件事情 有讓大家聽到說 原來這個演員不只長得高又帥 那其實他真的是會唱 但是你心目中到底誰會拿下這個獎 新人嗎 我當然要押我自己好朋友雷琴 這樣子會不會有失公正 一來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第一次認識雷琴的時候 是在日本的一個音樂界 然後那是一個台語音樂界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他 是邊打鼓邊唱歌 那你要知道打鼓是要一個非常注重節奏感的人 但是你要在注重節奏感的同時 你又要一邊對著麥唱歌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但是他本身的那個grooving 他的律動感 完全融入在那個節奏裡面 然後你就覺得他非常陶醉在打擊樂器 然後又可以很enjoy在歌唱的世界裡 那我覺得那個律動感非常強勁 然後加上這張專輯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玩很chill的音樂 其實你看這個入圍裡面 這個很chill 這個很chill 這個更chill 三個chill起來 可是這個chill法不一樣 是因為它把南島的 南島元素裡面放進去 那我們本身台灣就是一個島嶼國家 所以它加入了很多南島元素基劇 我覺得讓這張專輯整個音樂心靈聽性 那個世界感會更加豐富 你這樣講我都覺得他不得講好像不行 對耶 那你心目中還有沒有除了他之外 如果真的評審的口味的問題 黑馬還有嗎 我跟你說 以現在這個網路上 由一面倒的聲勢來看 柯拉奇也是一個非常受到大家矚目的一個 因為其實在發變之前 在網路上YouTube的單曲 就已經有百萬的點擊率了 那去年一發專輯 馬上就在數位平台上面 造成西版式的討論 那我必須說 柯拉奇是因為他們把 他們其實這個作品裡面 除了有台語 有國語 那還有加上日語跟原住民語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多 多種語言的一個混種的專輯 那它裡面的寫歌的議題 又觸及到很多台灣歷史部分的一些故事 所以有時候你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你反而很像在閱讀一本 台灣的歷史小說 我都跟人家笑說 這是教育部應該把它編進去當教材的一本 一張專輯才對 那以這兩個人 在目前在英底圈的聲勢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應該會是這個新人裡面的黑馬 就是我會覺得他們得獎的機率也非常高 因為其實金曲的評審 他們在評判新人獎這個獎項的 除了你會不會唱 還有創作實力之外 還有一個是你未來的潛力 是很重要的 包括因為潛力也包括你的影響力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是他們其實在網路上面 已經有一定的聲浪了 所以 對 的確這兩位是目前看來 好像真的 就紳士看起來會滿高的 紳士看起來滿高的 但我覺得還有一句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過去大家都會覺得新人好像會創作 可是大家好像都忘記要唱歌這件事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你看 這邊除了許光漢 就是這邊除了許光漢之外 其他都是創作的歌手 所以只有許光漢不是創作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許光漢放進來 也是一個滿有趣的地方 對 就是他代表強調說 一個會唱歌的歌手在唱的方面 其實有時候比寫歌還要更重要 我私心是覺得許光漢 因為滿帥的 你是因為帥的關係嗎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們來Double Check一下 我們的專業DJ Kem 是 你覺得你心目中 你心目中 先講你心目中 你覺得你最喜歡哪一個音樂 哪一個新人 其實我每一個都作品聽下來之後 我發現我意外發現一個 你知道其實每年金曲獎都會有一些 我覺得算是驚喜吧 像前幾年有像是茄子彈啊 對啊 像今年我就有發現一個我覺得他超厲害的 呂艷亮 你們有聽過他專輯嗎 所以你自己是稍微押給他 其實我私心會投給他 他18歲對不對 他今年19歲 對 去年入圍 對 今年是19歲 我覺得聽起來我很驚喜耶 因為他的那種駕馭歌曲的能力 是完全超乎他這個年紀的 而且我覺得 因為他真的太年輕了 我覺得年輕就是本錢 然後他是一個 來自上海的一個18歲 現在應該還是學生啦 對 就是年輕 對 然後他唱一些R&B的歌 然後又結合一些Fusion 就是一些爵士的曲風在裡面 我覺得超厲害的 對 我蠻看好他的 他叫專輯叫Fresh Zone 他本身就是一個新鮮的那個 而且他的音樂 你應該也很常接觸吧 對 我覺得 我今晚之後 我就很想要把他的音樂 放在我的set裡面 對 就是是完全不違和 跟很多西洋的歌曲放在一起 是完全不違和的 他的R&B比較是以現在的西洋的方式 西洋的音樂公式去做的 比如說像有一些電子合成器啊 或是一些電子音樂利用和R&B的節奏 所以聽起來你會覺得 好像跟現在可能在Beerball上面 出現的Top10的歌曲 可以放在上面 對 沒錯 但如果你另外再選一位 就是除了私心之外 你覺得如果縱觀整個評審團 他們可能會選誰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Eric說的沒有錯 就是我覺得 如果說是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克拉奇的勝面 贏面應該是最大的 對 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氣是最高的嘛 然後就是在Indie圈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的歌曲的內容 就是除了講到歷史之外 他也有融合各種語言 那對於這個台灣來說 就算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場市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面是最高的 可是他剛剛有講到這個雷琴 其實我們剛剛私下討論 我也覺得雷琴 我是非常非常欣賞他 我也覺得他很有可能是今年的黑馬 但目前看起來克拉奇比較有 我覺得是克拉奇 因為畢竟現在有兩票 都有投到克拉奇 對 克拉奇就感覺好像 就是在網路上聲量很大 然後會覺得說不給他 好像有點不行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他們很能夠代表這個世代 應該說是我們現在新的世代的想法 跟價值觀 因為像之前 其實像當代電影大師 他們其實也是在 現在小朋友 如果在聽團的小朋友的話 也會有一些歌 可能比較打動他們內心 因為我記得前兩天 馬世芳有在他的臉書上面 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問說 因為他也在大學當教授 然後有問說 最能代表年輕人這世代的歌曲是什麼 然後其實就有蠻多學生 也選了當代電影大師 所以他們的作品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也反映出現在年輕人的一些 關於不管是厭世或者是對於 這世界的一些不公的想法 都融入在他們創作裡面 沒關係 我覺得每一個音樂 都有每個群眾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今天目前 投票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那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也許你也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建議給我們 然後我們 畢竟還有一點點時間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但是我們目前覺得是克拉奇 然後雷琴也可能是黑馬 那大家看看怎麼樣 好吧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獎項是 年度歌曲 這個年度歌曲我自己很私心的 我覺得玻璃心是一首 非常有影響力的歌曲 而且我覺得年度歌曲 在評審的過程中 它的影響力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然它沒辦法成為年度歌曲 當然除了影響力之外 還有它的流量 就是玻璃心 傳唱度 對 傳唱度 它的流量 玻璃心 一定是很厲害的 對啊 《論流量》它不會贏你是第一名 對 現在五千多萬對不對 對 我們先請那個仙姑 這個獎很大耶 仙姑可以幫我們降落一下嗎 可是其實我選的年度歌曲 剛好不是這兩首 那也是選誰 我其實選《如果可以》 那我就先不用聊了 幹嘛這樣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其實《論流量》說 其實《如果可以》 也是超過這兩首的 我記得《如果可以》 大概已經是六千七百多萬 他破一耶 他有破一嗎 沒有 他五千 他五千 他有五千 我記得是這樣子 對 然後為什麼會選《如果可以》 是除了當然《月老》 這部電影很紅 然後其實去年 有兩部影視作品的歌曲很容易 上半年就是 《當男人戀愛時》這一首 那下半年就是《月老》的《如果可以》 那會選《如果可以》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華語歌曲從來沒有一首歌 可以有中文 日文 韓文 三種 三生道的版本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難得會出現的一個 歌曲造成的一個影響力 那你想知道 《月老》現在已經上映 差不多半年 上映 超過半年了嗎 你知道他現在在串流平台 是第一名的點擊數耶 所以你就知道這首歌 它的傳唱度 它的流行度 以及它對整個社會氛圍的影響力 造成多大的迴響 那去年的得獎作品是《柯寨》 那既然柯寨都有 柯寨也是因為造成一個 巨大的傳唱的能力 能量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順勢的 這樣子一個邏輯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贏面 好像比這兩個再大一點點 你是不是有為了這首歌 或這個電影哭啊 柯正宗哭我有哭啦 其實我也有哭很慘 我覺得這個電影比 就是讓我比柯寨哭得更慘 應該是說因為 他的情感的觸及氛圍 好像是在更大的裡面 而且講到寵物 如果有人講寵物的人 我覺得那會更有感 但其實我覺得這首歌 很有趣的一個點是 因為我們之前有訪問過維里安 然後他之前在那個 你說羅斯風嗎 不是 他在那個翻唱典禮上面 有唱這首歌 然後因為他要唱 就是不同版本的 然後你知道那個字幕上面 那個空耳有多好笑嗎 我知道 空耳超好笑 因為他就說 他差點唱到不知道要唱到哪裡 因為全部都是 比方說那種韓語 不是就空耳 對 他有寫很多奇妙的一些文字 我覺得在唱這首歌上面 歌手也是挑戰度蠻高的 對 因為畢竟日文跟韓文 也不算是母語嘛 他頂多最想像是英文 他外文系的 那你看要叫他去唱 不是他熟悉的語言 然後又成為一首歌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這首歌音域超廣的 他那時候推出 好像是先韓文 先日文版 先韓文 先韓文是不是 對 然後那時候推出輪文版 想說天啊 你們這首歌吃很夠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一直 往海外去拓展 所以影響力其實也是蠻廣的 對 那我們DJ Ken覺得怎麼樣 如果是我選的話 因為我本身有在夜店放歌 然後因為我有 對 因為我在AB 有時候會放中文歌 然後 對 就是這一首 對 愛情你比我想的還要偉大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近年來 你知道其實像這幾年來 能夠造成大合唱的歌 真的是屈指可數 尤其在夜店要可以放 那當然如果可以之後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混 從今把它混成那個混音版 它也是有很大的合唱的能量 可是比起 其實但其實說實話 還有落差一截 因為這首歌真的是 讓全場沸騰的 很厲害 這一樣是電影的歌曲 對 所以其實當時我看電影 也是一樣有哭 就是我覺得 在那個劇情 我覺得歌有故事 反而會更動人 所以我相信 就是像剛剛你提到 如果可以跟這一首 《當男人戀愛時》的主題曲 就是因為大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會想到那個故事 然後又一直 因為你一直聽 一直聽 一直聽 就會有另外 它的畫面感太強了 對 但我自己其實我是投給玻璃心 因為我覺得玻璃心 它有反映這個時代的局勢 而且他做了一些比較 性虐的方式 性虐的方式 幽默的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說 那現在政局到底是 大家在諷刺些什麼 有一些時事的東西 他其實每一個段落 每個段落都是一個梗 都是一個時事 他自己說是琴歌 他自己說是琴歌 唱者無意 聽者有息 對 所以我覺得年度歌曲 好玩的就是在這裡 其實照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每一首歌 都有它很大的影響力 跟它的一些涵意 但是就是 所以流量表現 這三首是最跳出來的 但我覺得目前這三首的確 就是能見度比較高 因為大家比較熟悉 當然有的時候 評審會選誰 不知道 我覺得都各有機會 而且我覺得玻璃心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如果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會很敏感的 對那些歌詞 可以了解到奇異嘛 對那 但是你知道唱這首歌的人 一個是馬來西亞人 一個是澳洲人 其實根本就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 就是很幽默的感覺 就是這樣唱才可以 大膽的唱出來嘛 也許會 或許評審會看重這一點 你整個就是一個行動藝術 對 從他的那個上架之後 可能 但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 這個獎項 我覺得就真的是 就是很 每年都是堪稱就是 怎麼講啊 大家最目光焦點 目光焦點很期待 而且我跟你講 今年有一位是 那時候入圍的時候 我還說 他是那位嗎 就是馬念仙 你幹嘛這樣 不是 因為那時候 很久沒見 馬念仙是誰 海角七號的馬拉桑 對 馬拉桑 對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名單 就想說 哇 後來我才想起來 對 他是歌手 對 他是歌手 他以前有個樂團叫諾米團 對 我真的覺得金曲獎 有時候會讓大家回憶一些 可能大家對這個藝人 對這個歌手 他真的有點遺忘了 又讓大家想起來 或者是有一些歌曲 你可能從來都不會聽 但你因為入圍名單而去聽 對 那我們就請這個仙姑 先來講一下 你覺得誰會是今年的歌王 像這位已經是三斤了 但他還沒有拿過這個獎 對 當然如果我自己私信的話 我當然會想選廣州 因為我覺得廣州這一張專輯 應該說 其實這是他第二次入圍男歌手 上一張專輯 Wild the Fall 他是第一次入圍男歌手 就是他其實是 過去他第一張專輯 又拿了新人獎 跟最佳作曲 可是中間他其實好一段時間 就是被金曲大門拒於門外 基本上是跟金曲是絕人的 直到上一張專輯 他還回歸到民謠的作品之後 然後才開始就跟金曲獎 有一些關係 那後來是因為彼亞 他拿了非常多獎 然後最後又刻載 又拿了一座民族歌曲 他真的後來變得得獎 就是非常好 那這次立志論 讓他入圍的四項 那包含這次的歌王 我會覺得非常有機會 讓他是首次以歌手的身份 得到得獎 原因是因為 這張專輯除了他自己當製作人 他有把所有的東西 都顧及到非常非常的精準 以及非常的豐富之外 我覺得在歌唱的方式表現 因為柯在的關係 好像讓他的Vocal 有更明顯的知道 他在唱歌的方式 要怎麼去好好的掌握 他可以很高 他也可以用很多假音去唱 那據我所知 他這張專輯在錄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去年遇到三級警戒 他是把麥克風放在他們 因為沒辦法去錄音 是錄音 所以他根本在家裡錄 他把麥克風放在他們家的衣�裡面 在衣�裡面錄音 那在這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然後用他最熟悉的方式 去把歌曲所有的情感 毫無保留的全部展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在Vocal上面 這張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我很看好廣州 有機會 他是你目前的第一名嗎 對 第一名 所以你投給盧管 對 投給盧管 那如果是黑馬的 如果有一個 我跟你說如果黑馬的話 你知道要選誰嗎 誰 我要選這一位 許君 你是特別點名他 對 許君其實在幾年前 由以萬松嶺這樣專輯 入圍了國語專輯 那過去可能大家會對他比較熟悉 是因為他有在中國參加 也是歌唱全秀節目 那時候裡面有帶很多 爆發力的歌曲 那去年他出了一張 美夢公司專輯 其實我覺得也是集結 這幾年來 一些生命成長經歷的變化 那我發現他的年紀其實跟我們差不多 都三十幾歲 所以其實在這個年紀裡面 我們好像可以更容易 在他的歌曲裡面 對於那種人生 迷惘 彷徨 無知 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這樣子一個年紀的下 好像更能夠體會到 他裡面歌曲所詮釋的情感 而且呢 他在這一次的歌唱 因為以前他的給大家 感覺就是有一種 太爆發力的那種搖滾 所以那種歌有時候聽久 你會有一點的 膩量 可是這一次本來 他有點收斂 用收斂的方式去 所以比較像是 有一點像說書人的形式 在詮釋這一些 跟生命議題有關的歌 那你會覺得 好像那個情感的帶入感 會更有感 所以會覺得 美夢公司就很像是 我們一年到三十歲 還是會希望想要做一些 人生的一幕嗎 但是你要說 你三十多歲還在做 三十多歲還在做美夢 也不切實際啊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是為我們這個時代 發生的一張很棒的作品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要入圍 這個獎項真的是越來越難 因為你要會唱 又要創作 對啊 基本上就是 對啊 然後還要你要對 今年評審的口味 我覺得一些評審口味 真的很難抓 是因為 因為評審每年都不知道是誰 所以就會真的是 有一種在猜測的感覺 你們不是有知道一些評審寫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該不會是你們吧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可能在這邊講話吧 這樣子這樣子 好的好的 那Ken 你覺得呢 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私心的話 我會投給王璇 對 他的曲風其實我覺得是滿新穎的 對 因為 不過當然我覺得最佳男歌手 他評的其實比較是一個歌手的能力 就是說他歌唱的能力這一塊 那如果說是論歌唱能力的話 我可能會投給馬寧寫 對 那他 吹劍的部 吹劍喔 我 比較 還好 對 但是說馬念賢 對馬念賢 他只要專輯我聽下來 因為現在很流行那種就是 很Chill的東西 對 而且你用新的 合成器去做舊的東西 做一些懷舊的東西 他就是做一個比較80年代的感覺 對 然後呢 再加上說他的Vocal 我覺得他Vocal非常行雲流水 就是真假音的轉換 或什麼的 就整張專輯聽起來是 非常一氣呵成 而且是完全不會有壓力的 對 我覺得蠻不簡單的 對 所以你私信要投給誰 我私信投給黃 黃璇 黃璇 那你覺得評審口味會給 會給馬念賢 會給馬念賢 對 所以你兩個人的想法是有出誤的 我們兩個人完全選不一樣 對 你們完全是 就是 但是我也很喜歡馬念賢 其實這也是代表了我們就是 中獎率很高 因為我們選了四個 六個我們選了四個 還沒中 還沒中 如果這樣還不準的話 那我整說評審的口味很特別 對 還怪別人 但黃璇我可以講一下 黃璇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不管是他Vocal的掌握度 或是說他在音樂製作上 我都是非常非常欣賞他的 對 因為他有很多很跳很跳的那些idea 對 我聽到專題的時候 我會非常非常期待 下一首歌會出現什麼 對 而且可能因為他是製作人的身分 他對於那個音樂的那個掌握 就是頻率的掌握非常的得意 就是像我們有在製作歌曲 就可以感受得到 他有一些變化的東西 對一些細微的變化 他很感玩 對 很感玩 很感玩 我覺得在華語音樂來說 我覺得感玩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因為華語大部分大家都是以情歌 不然就是搖滾為主 那我覺得在黃璇音樂之中 聽到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評審是想要鼓勵新的 不一樣的元素 我覺得Maybe會投給黃璇 而且其實他已經得過了 他得過單曲製作人 對 他第一次Roy就拿單曲製作人 然後往後就是每年在Roy名下 都會看到他的名字 但我真的覺得歌王這個獎項 他又跟其他的獎項 比不太遠 比如說好了 我們待會要講的 就是神仙打架的女歌手獎 像蔡劍亞她得過很多歌后 但她在作曲上面 她就是 她還是共骨 對 還是共骨 所以我覺得一講歸一講 對 所以歌王會是誰 大家可以留言 你心目中到底想要投給誰 你覺得誰才是你心目中的歌王 分享給我們一起留言好嗎 好 我們接下來要來 大家就是萬眾矚目的 我覺得每年都很可怕的一個獎項 是因為這個獎項 他每位歌手的知名度都太高了 然後每個擁護者會互相 就是大家不要這樣罵一罵去 我們今天請專業的音樂人 來告訴你為什麼 誰可能會得獎好不好 大家先息怒好不好 如果我們沒選到你選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留言 然後你愛怎麼樣留 就隨便你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 因為我原本我預期 我希望有人可以來刷新 金曲的新紀錄就是 你說蔡小姐嗎 對 這位姐姐 她可以成為歌后中的歌后 因為目前她跟阿妹的紀錄是打拼的 就3比3 就是3比3 對 那她能不能就是真的拿下冠軍呢 她本人是說 就是平常心這樣看待 但是她也很期待 如果可以得獎有獎那麼不拿 當然 對 有獎那麼不拿 我覺得就是做一個好音樂 她當然對自己的信心度是很高的 那就要看我們兩位會不會得罪 得罪金姐囉 不要說得罪啦 你也知道 反正你也知道 獎項就是如此殘酷 總會有一個人要跳出來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有自己的心頭好 其實我覺得這六位當中 我自己呢 是還蠻看好非的 你現在先點出她 所以她是你覺得最有可能得獎的 我自己覺得她最有可能會得獎 因為還是這一張專輯 有別於上一張 你有收業配嗎 我當然沒有收業配啊 沒有是不是 蔡幸男粉絲應該還在罵 我當然沒有收業配啊 快出來罵好來罵人囉 詹小姐沒有給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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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其實我覺得飛這樣做得真的很精緻 而且就是在玩 因為其實 她一樣是純粹在走電子這一塊的領域 但是她融入很多世界音樂的元素 放在裡面 然後從第一張專輯那個聲響 就覺得好像是有一種女娲捕天 不是就是大地之母要來臨的感覺 那個就是那個 很多那種很遼闊的聲音 在你耳邊這樣咻咻咻咻來去 然後她的聲音表現也是感覺說 她很有企圖性 想要完成不一樣的流行歌 應該說你其實有點超越那種流行歌的東西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些編曲 你會反而會想到 以前早期在聽F.I.R. 像什麼千年之戀啊 那種很異國感的那樣子的作品 那是什麼時代的歌 大概是十幾年前 對 那我會覺得 因為她這次也是一樣做製作 自己是製作人 那找來三位製作人一起合作 包括像盧立民啊 陳君豪等等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 就是大師啊 對 其實就玩出很多很有趣的音樂 所以你說其他專輯都不是大師 當然不是這個原因 當然其他專輯也都很棒 那我一直覺得 她的那個突破企圖表現 其實會讓人家更眼睛引亮 就會覺得好像可以辦給她這樣 這組真的很難評 因為她所有的 為什麼每年女歌手 好像都比男歌手還得到嗎 每年女歌手不管誰得 好像都是會 都是有很多人在不開心 然後真的得獎的 真的得獎的好像還會覺得說 你到底在不開心什麼 就是如果不是我得獎 也是別人會拿走啊 就是總要贏得獎吧 那你覺得除了F.I.E之外 你心目中如果 因為你是覺得她是評審最可能的 對 那如果你私心的話 你最喜歡誰的女人 或誰可能 如果不是她的話 你覺得應該要翻給誰 其實我反 我應該說我一直覺得今年 我自己覺得 今年的氣勢來看的話 我當然私心是怎麼可以 其實私心是怎麼可以 但是我覺得氣勢 我攤一下事情也是有可能 拿第四座 因為我都會覺得 哇這張專輯 讓她一次入圍的八項 那個氣勢感覺就好像 她是要來拿女歌手的 就是那個氣勢有做起來 是 然後加上因為其實 其實這兩年大家都被疫情所困嘛 那這是這一張專輯 真的是以疫情為靈感的作品 對 專輯叫Depart出走 其實就有點符合 我們現在的心境 就是說我們被困在這個 這個島內 大家都很想要趕快 買一張機票飛出去玩 那你看她的開門曲 Blue Bird 青鳥 就象徵了自由的意義 它其實是有連貫性的 所以基本上 她的這一次的整個概念 我覺得就是完全符合 在我們疫情當下的一張作品 那當然蔡經常歌唱功力 就是一直都很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這張專輯 又回到她過去那樣子 有點都會民謠的風格 就是因為前兩章 也是玩一些電子樂的內容 所以這張又回到了 有吉他最純粹的一些歌聲 然後加上世界音樂的一些編曲 鋪陳 那展現出最純粹最真實的Vocal 有點凡虎歸真的感覺 有一點 而且她這一次也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搬到家裡面去錄 對啊 大家都很喜歡在家裡錄音 不是就是疫情B2的音樂人 全部都給我在家裡做音樂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反映出這個時代 大家的音樂的風格 跟包括她錄出來的那個感覺 而且她說她從頭到尾 都是同一支麥克風來錄 對 而且她還有說就是 其實這些歌曲 其實大部分都保留了Demo 差不多原本的樣貌 對 你看我成功地 把她的那個思想 拉到蔡經亞這邊 沒有 我本來就覺得 她們兩個機率很大啦 我說真的啦 好啦 希望蔡經亞看到這一集可以開心 她會幹嘛 好 目前就是菲跟蔡經亞這樣子 好 那Ken 對 大地之母 Ken 你覺得呢 我的話 我私心會投給菲 也是會投給菲 對 因為其實 你也喜歡大地之母 我覺得她很讓我驚豔 相當你讓我驚豔的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她脫離FIR之後呢 她現在我可以感覺到 她是非常非常努力想要做一些 比較藝術 藝術的形式 藝術掛分 對 對 對 她是努力想要把藝術跟商業做結合 那我這一段段 我聽到她很棒的一個成果 然後不管說編曲啊 或她詮釋的方式都好 我覺得完成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像裡面很多詞曲作品 我也是覺得是開創華語音樂 有另外一種可能啦 譬如說她的吊飾會一直換 然後就是跟大家平常聽到 那些品夫指數的情歌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化 所以詩欣的話會希望文婷今年可以得獎 因為她其實這個概念在她 就是自己跳脫出來的時候 就一直很堅持這樣的一個 對 一個是講概念嘛 一個氛圍 希望用這個氛圍讓大家重新認識她 其實上第一張專輯小太空的時候 就是一個電子的一個風格嘛 對 那我覺得這張是格局在拉根這樣 就是從原本的小圈圈 然後拉到一個很大的世界觀 對啊 那如果我這張聽下來之後 這六個人聽下來之後 我其實意外發現一個 我覺得很可能是今天的黑馬 誰 就是袁雅瑋 我就再猜你會不會選她 很意外嗎 有一點 因為她聲音其實很厲害 對 你認真聽她專輯的每一首歌 真的超強耶 身為一個歌手 她的歌手 不管說氣音也好 高音也好 低音也好 她都詮釋得非常完美 完全是一個 就是無話可說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最強女歌手她是憑她的歌唱實力的話 我覺得袁雅瑋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在這一支 就是意外地成為黑馬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在學唱歌的時候 然後我的老師有拿袁雅瑋的現場live的 就是完全沒修音 當作示範 因為你知道一個歌手最重要就是氣息 對 袁雅瑋的氣息它是永遠都是推到滿的 就是包括她的最後的尾音 很多歌手就是最難唱的是 被吵架這樣 對 但是她的尾音她的氣還是滿 她可以漸弱 漸弱 漸弱 到她的音是準的 然後是整個是到 就是有點像是她的油門都是踩到滿的 但是就是很這樣子順順的這樣唱出來 所以其實她的唱功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她控制力非常的好 對 控制力非常的好 這超厲害的 對 但我覺得要講 還是要替那個娃娃拉一下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娃娃的專輯跟她 就是這張專輯 我覺得又更剖惜她自己內心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 我不知道評審會不會買這個帳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娃娃她的唱功 是非常非常的 比如說好了 李中生大師有講過 一首好的歌 你不只要能唱 你要能說 就是說唱說唱 我覺得娃娃她就具備這樣的一個能力 就是她能夠讓你覺得 你在說還是在唱 我覺得這個是她 最具有辨識度的一點 所以我個人是會滿喜歡魏如萱 魏如萱其實有一個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即便她拿了一作的歌 她還是很知道她自己要做什麼東西 所以她可以唱一些 可能別的歌手沒辦法去唱的曲風 你看像奶奶這種很童謠式 又一些自傳式的內容 她其實是一個 真的其實只有魏如萱可以去詮釋的作品 對啊 然後就像《Have a nice day》這樣 有點色谷系的電子編曲 好像也是 如果其他歌手來唱 好像也是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說她的辨識度 所以她辨識度 即說她可以加於各種不一樣的曲風 可是有一些風格的作品 好像又只能專屬於她 我覺得這也是她最厲害的地方 這是她的武器 對啊 然後我要說那個《以利高路》 我覺得她專輯也是非常好聽 然後她的 因為我原本對她的印象就是 唱一些比較可能有點Basa Nova 比較有點世界音樂 然後原住民的那種音樂的感覺 可是她這張唱流行 真的也是很驚豔我 對 就是恰如其分 然後她的特色也有展現出來 但總而言之 好像詹小姐在我們這一回合裡面 拿到了最多的分數 兩票 對 不知道你心目中是投給誰 因為我覺得這個獎項實在太難 我投給魏如萱 因為我個人是很 我跟你講 魏如萱有點像是 以前我不喝咖啡 但你一喝了咖啡以後 你就會發現 每天不能沒有她 就是她的音樂 而且你是心粉 你算被圈到的心粉 我算是被圈到的 而且其實她之前就是那個 娘娘來說 娘娘 對 就是一開始就想 大家一直在聽 一直在聽 然後我想說到底是有多好聽 然後一聽了以後 我跟你講真的是連洗澡都在唱 就是你知道嗎 所以你上癮了 就是你 因為我覺得歌手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怎麼樣去詮釋一首歌 對 而且我跟你講我以前有遇過一些 精緒的評審 他們其實對於歌手現場的唱功 他們是會放在心裡的 就是他們真的會去看你的演唱會 然後覺得說 你的演唱會跟你的專輯 怎麼落差那麼大 或是你的演唱會 你現場說不定還唱得比專輯還好 這是會影響到評審投分的嘛 那我自己有聽魏如萱的現場 他現場就真的是在播CD啊 對啊 對啊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歌手不要罵我 就是我當然是 因為我現在要講魏如萱 對不對 如果有人罵我就給我閉嘴 魏如萱他現場就是真的是唱得 因為我覺得那種很有power的 很有震撼感的那種歌曲 每一個一定都很會唱 但是你要唱到鬆輕柔 這個其實是考驗 真的是考驗一個歌手 對啊所以我個人是投給魏如萱 對啊如果我中的話我明年要來組金曲 金曲鐵板神帥 可以喔 好這個獎項呢 會不會是非多下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啦 因為我相信一定也還有Karen Cicci 對Karen Cicci 我覺得她這張專輯也很棒 其實我覺得Karen Cicci 她一路走來我覺得蠻順遂的 就是她一直都有被金曲獎的評審看見 第一張就新人 就祝福她好 我們要跳過了 希望她有機會 但是我目前看來 因為前輩們還是站在前面 對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金曲獎 真的會讓大家 跌破眼睛 對 就是會覺得 好像也是 就是但又覺得怎麼會是 就是真的很難講 所以大家也是 就是放在心裡就好了 還是要看評審 還是要看評審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是總歸一句 比如說好了以利高路 如果她今年沒有入圍的話 你怎麼會聽到她的好音樂 是啊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啊 所以我相信評審 一定是從各個領域裡面 找出最拔潔的 對 所以大家也不用就是替他們不開心 因為真的不開心應該是她本人 對 有什麼好不開心的真實呢 好 接下來還是我覺得 相信有很多我們這個發展觀眾 都很期待的獎項 因為這些都是片尾曲的 就是歌手們 然後這個獎項是 台語歌王 台語歌王 我那天訪問蕭黃旗 我就說那個老師 我說蕭老師 你還想要再拿獎嗎 他說如果有獎幹嘛不拿 可以拿 我當然希望可以拿 因為他覺得獎項對他來說是一種 讓他知道有沒有離開這個 今年流行的這個狀態 他是不是要修正 因為他說 比如說最近有人就不願意 不想報名進去講 那蕭老師他就覺得說 我要報名我才能修正我 是不是 有點像是那種成績單 我今年成績怎麼樣 而且他說 報名也不一定會入圍 對啊 如果沒有入圍 那他可能就有機會去審視 他這一年的作品是不是 現在亦有所取嗎 沒有啦 怎麼會 我沒有講誰 現在亦有所取嗎 對 沒有 就是報告報名這件事情 當然是每個人的自由 只是我說蕭老師他覺得 他可以藉由這個方式 藉由金曲獎來讓自己知道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 今年台語歌的入圍 實在是太多元 太多元啊 光是嘻哈歌手就佔了兩件 對 然後像大支也是 大支 對 所以還是要請仙姑來預測一下 你覺得 台語其實真的 雖然不是一個我非常熟悉的領域 但是我自己私心啦 我會押給張五耶 因為張五其實在之前在金音獎 已經拿過了最佳嘻哈專輯 跟嘻哈歌手 然後其實最近有很 其實這一兩年的歌壇 他的作詞的作品非常的多 而且都跟一些RNB掛得 還蠻有一些緣分的 比如說像之前孫盛希的作品裡面 就有聽很多張五的詞 那這次他挑戰了台語這一張專輯 其實也是有很多 比較風格比較有一點 他自己說有點像是 很像在做聊齋制宜的那種感覺 還是風神馬英女王 然後重點是 我記得那時候第一首歌 就寫叫頭七 對 頭七 然後有去 而且還找阿豹來合作 而且他在Live的時候 他還自己辦告別事 對 很狂耶 我覺得他有一種 不一樣的一種想法在 然後我會覺得 因為其實今年讓兩個人 嘻哈歌手入圍這個獎項 我覺得有一種 好像這個獎要有一個 台語饒舌歌王出現的感覺 那大小小小小 他有他的意義在 但是我會覺得 在這個獎項 如果要求創新 求一個有未來前瞻性 因為其實我覺得 現在很多人 很多國語歌手 都跑去做台語歌 然後也都做一些比較 非傳統化的台語作品 對 那我會覺得張五的那種風格 好像又在更 打破大家對於台語歌的一些 想像 所以讓他跳出來拿到台語歌 我覺得是 滿有機會會發生的事情 這樣 而且我覺得今年滿特別的是 還有一位俊傑 你沒有發現嗎 其實他的風格也是非常特別 因為 他不是走比較 還有拿卡寫的這種概念 你叫大樂團 對 走上次就對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今年入圍名單真的 台語這個歌王 真的很有趣的原因 是因為 他把原本台語的元素都留下來了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小老師 他的柔情的這種台語歌 然後又有 典型台語作品 對 傳統的 然後又有嘻哈的 就是真的是太 太多元了 評審你們到底是 想要累死自己嗎 到底是要 把自己逼到什麼程度 對 對啊 Ken 你覺得 我又要打破大家的眼睛 你選誰 來 我聽下來 我投給蘇明淵 他拿過對不對 其實 他之前拿過 他之前拿過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 這是我第一次 認真的聽他的專輯 我有被感動耶 說實話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台語 台語歌最重要 就是他要打動人心的元素 那當然有些新的東西進來 當然我覺得也很棒 但是我覺得蘇明淵 他的音樂是 你會想到你第一次聽台語歌 聽爸爸媽媽唱台語歌那種感動 尤其他很多編曲 可能都是簡單的一把吉他 對 然後其實真的滿棒的 對 而且後來查之後 還知道他是律師 對 他是歌手 我覺得超強耶 對 對 就是讓我對他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然後其他像剛剛說 俊傑 俊傑 對 我覺得他的歌我也滿欣賞的 就是 但是因為今年太多 太多入圍者是走這種 比較有點爵士 然後大樂團啊 然後管樂器的那種編曲 所以我覺得他在裡面 反而 對我來說啦 比較沒有那麼的突出 對 我反而會喜歡那種走新的 所以我會投給他 投給律師 然後走到你新歌 有 可是我個人 有收藏過 我個人會想要投給蕭黃旗 蕭老師嗎 我覺得我個人對他 當然第一個唱功是沒有問題 無庸置疑 他如果哪有打過紀錄 當然 他現在入圍也是最佳保持 紀錄的保持人 再來一個是我覺得 你已經是有一定地位的一個歌手 我覺得突破當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他今年把台語歌有點像多元化 因為他這張專輯叫舞台嘛 他把他自己的專輯變成一個stage 然後他讓很多的歌手 譬如說茄子蛋 對 阿斌 對 也跟他合作一首歌 就是他有一點像時代接軌 然後又很多元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樣 這類的突破 就是像有的時候你會聽一些 現代的歌手去翻唱老歌 我覺得他這張專輯就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喜歡他的聲音 所以我想聽聽看他唱不一樣的歌曲 那他跟不一樣的歌手 有玩出什麼樣的活話 對 我覺得這個是我 覺得今年蕭老師很有可能會得獎的 對 我們一樣又是 一半一半 對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這就是金曲獎好玩的地方 對 那接下來也是死亡之組 這個也是很可怕 台語女歌手 這好幾個都已經得過好幾座 然後有一個是一直想得都得不到 對 反而一直生小孩 對啊 還是夫人 我刻意把這位夫人擺在第一位 不過可以採訪她 對 我對她的專輯 我自己個人滿喜歡這個風格 因為她給我聽完以後 很有那種百老匯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不是台語歌 應該要有的既定印象 可是它卻讓你覺得是一個很 有傳統又有新潮的那種感覺 包括它的上半場跟下半場 那她當然兩張都有入圍 對 只不過這一次 我有跟她笑說 那這樣會不會專輯概念比較完整 這樣子上下半場評審都聽過了 她說沒有 其實下半場還是下半場 因為今年歸今年 所以就是還是要看她的 她有區分出來 對 運氣是怎麼樣 對 對啊 那我們來請仙姑 說說看你心目中的機率 我覺得還是先壓張海壓 你也是給張海壓壓 我是選張海壓壓 因為當然撇除說她入圍了已經六次 還沒有得這一塊 我們姑且就叫她男版許富凱 或是台語版梁靜茹 不要 梁靜茹沒得 梁靜茹今年還忘了報名 對 還沒有報名 反正我會覺得說這樣 因為其實她在去年 前年出了上半場的時候 其實就讓我滿驚艷的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玩一個 台語爵士的東西 那我記得那時候 聽到第一首歌的時候 她那個唱法 我那時候直覺還想說 是追眠靈晴是不是 那個整個氛圍感 很有追眠靈晴的味道 然後後來這一次下半場的時候 她把這樣的爵士風格 再拉成變更大 是以Full Band的形式做 所以她有更多的銅管樂 進去這個元素 她好像變得有種 她說她自己有說 下半場有點比較回到 像1920年那一種 那種一戰的時候 一戰結束之後 大家有一種比較 放鬆的心情 然後會去Party 那一種的氛圍 所以她把這樣的台語風格 有跟這樣的曲風結合在一起 然後又加上她自己媽媽的身分 所以她裡面有很多很多元的 多元的內容 在這張專輯裡面 那以前大家都知道 張安雅是 超級星光大道出來的嘛 對 然後以前星光大道 她都會唱那一種 鐵背大哥 可是這一次 其實上下半場 我們都可以聽到 她好像捨去那種 過去那種鐵背歌喉 我本來用很內斂的聲音去詮釋 所以就可以知道 其實她的Vocal是可以 很游刃有餘去掌握的 對 而且我問她說 那如果又 對 又烏鴉嘴嘛 這樣摳摳摳 如果又就是 不小心沒有這樣子 那怎麼辦 她就說 那我下一張就出國語專輯 改爆國語是不是 改爆國語 我就說 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換一個戰場嘛 對 很多歌手都是國語沒得 然後來唱台語 對啊 也有很多台語去唱國語就會有這樣 她也可以唱客語 對 她也可以唱客語 對啊 對啊 是 所以 不然我們現在聽Ken講 你如果覺得評審 評審如果要投的話 會投誰 其實我這樣聽一下 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好聲音 哪一位 也是我第一次認識 其實這幾位 這幾位都已經不是舊人 對 不是新人了 他們都已經是很舊 沒有 沒有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因為她得過 因為她得過 你要選誰 我選江蕙怡 對 我就在想 對 真的 原意 對 她專輯其實是有趣的 對 就是 我覺得台語歌 除了說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要打動人心之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唱 比較傳統的那種台語歌 那像張涵雅 還有我說的那個江蕙怡 她這一次她就是挑戰 完全不一樣的曲風 對 她就是有很多國語歌 才會有那種編曲 然後 不管說是情歌也好啊 快歌也好 我覺得她整個專輯聽起來 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然後你也可以聽到她聲音 在各個曲風之中的 駕馭能力都非常的好 對 就讓我滿驚豔的啦 就沒想到有這號人物 對 她得過對不對 她得過 她得過一次 而且剛剛有提到 就是賴慧如 我覺得 因為我最近對她的印象 實在是太 有戲劇方面嗎 還有綜藝方面 沒有 去一個綜藝節目 對 就是戶外的綜藝節目 所以對於她是歌手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有一點忘記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名單 也是很有趣 就是其實評審 他們真的是有在聽這些聲音 然後從每一個領域裡面 找出不同面向的歌手 對 對 但我們剛剛講到 除了張漢雅 然後你們有沒有 你心目中覺得 如果不是她的話 或是你就是覺得應該是她 我覺得應該是她 但是我覺得她最大的對手 可能是黃菲姐姐 因為她其實今年 她是第十次入圍 對 對 第十次 第十次非常厲害 就台語界的蔡劍雅 但她得過了 台語界的蔡劍雅 她得過了 對 她得過 可是因為她之前也是想要跳脫 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台語歌 有 有 可是就比較可惜沒有嗎 可是她這一次 好像又回去做比較傳統的台語歌 對 那意外又讓她進來這個名單 那好像有一種就是要 就是好像又在這 絕土重來 絕土重來 然後要肯定她其實她就是一個 很會駕馭台語歌曲的 這樣子的一個女歌手 就讓我腦中想起那個非常女的學歷 對 對 對到金曲獎 沒錯 那Ken你有沒有自己覺得 除了第二人選 就是那個 韓雅 韓雅 對啊 因為她那張專輯真的也是非常好聽 所以除了張慧穎 你就是覺得張 韓雅 對 我覺得她們兩個影面比較大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比起她們這兩位 比起其他的三位來說 我覺得算是 曲風比較多元 對 然後 你也可以聽到台語歌 更多的可能性 對 然後她們也不失一些台語歌 會感動人的元素 對 所以我覺得 她們兩位是比較跳多出來的 對我來說 所以我覺得張韓雅 這次我們投了兩票 對 這個壓力蠻大 而且女歌手我們竟然沒有 沒有佔百分之五十 我們等於是只有佔百分之 投到百分之三十 滿集中的 對 所以就是不是張韓雅 就是張慧 就她應該要得 對 好像應該要給她 對不對 對 好啦 其實我覺得每一位 入圍的歌手 他們其實都是在做一件 有點像是大家都知道 Fashion Show 它一定要有前瞻性 要有遠見 因為她今年做這個專輯 一定是明年才會讓大家聽到 所以她們除了要展現她自己唱功 我覺得每一個專輯的概念 都很重要 那不管怎麼樣 能夠入圍呢 其實金曲最大的一個概念 就是希望讓大家聽到更多的好音樂 所以如果你有覺得我們沒選到誰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也許你的概念或者是你的意見 好像才是對的 我們一起來預測好嗎 但我們這些呢 就讓你們來參考 我們目前選了這幾位 那會不會中呢 代表我們個人立場 其他本人性 其他不要過度解讀 對 其他不要過度解讀 好啦 謝謝大家 來看我們的金曲大預測 不管怎麼樣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3D新聞網 跟娛樂新聞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